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亚洲作为全球半导体重镇,日韩两国动作近日不断。 韩国政府近日与三星电子、SK和现代汽车等主要企业集团启动国际标准化专案,以建立无态100及CF100体系。 其要求所有电力由包括核电站在内的无碳能源供应,被认为比RE100更现实,而RE100要求100%的电力通过可再生方式产生。 韩国相关部门和行业五月就表示,政府于五月下旬启动无碳能源CFE政策论坛。 该论坛由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长主持。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普向质铁等韩国主要电力消费大户将出席该论坛。 GS Energy、SKES、韩华能源等能源供应商也将参加论坛。 该论坛将作为供需双方讨论CF100的场所。 CF100是全球无碳运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只使用无碳能源的247CFE的理念。 这是一项由联合国能源署和联合国可持续能源组织SE4ALL共同推动的国际运动。 Google和微软等全球IT公司都参与其中。 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将其碳中和战略从RE100转变为CF100。 其中,核电站和氢燃料电池的电力被归类为无碳能源,因为韩国可再生能源的数量很少。 该论坛计划在制定政策之前,与私营公司建立CF100的概念,并设立一个研究海外案例的地方。 这也标志着签约RE100的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等韩国大公司首次正式亮相CF100活动。 据了解,RE100成员公司也同意需要CF100,因为他们承认韩国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存在局限性。 韩国政府将根据论坛参与者的意见,考虑在韩国试行CF100。 他计划为韩国积极参与建立和补充CF100规则的过程奠定基础,并为韩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工业基地向CF100过渡创造共识。 日本方面,日本车用电子供应商、电装诸事会社Denso和晶圆代工大厂联电的日本子公司USJC, 5月中旬位于日本三重县的晶圆厂举行合作典礼。 双方共同宣布,两家公司合作生产的聚员闸双极型电晶体IGBT以USJC的12英寸晶圆厂进入量产。 这世纪两家公司2022年,就电动车用关键功率半导体建立策略合作伙伴关系后, 针对首次出货所举办的仪式,以纪念此重要里程碑。 联电指出,随住电动车的迅速普及,汽车制造商致力寻求提高动力总成效率的同时, 也需要顾及电动车的成本效益。 Denso和USJC合作投资的产线负责生产。 Denso开发的新一代IGBT与早期元件相比,新一代IGBT可减少20%的功率耗损。 预计到2025年,两家合作的IGBT每月产量将达到1万片晶圆。 Denso社长表示,这代表Denso、UMC和USJC之间坚实的伙伴关系。 各方来自不同的企业文化,例如半导体行业和汽车行业。 然而,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稳步工作,这是强大竞争力的源泉。 展望未来,Denso将持续与值得信赖的伙伴合作,通过为半导体供应链做出贡献,进一步加速行动方式的电子化。 USJC总经理表示,USJC很荣幸成为日本第一家以12英寸晶圆制造IGBT的晶圆厂, 比起以8英寸晶圆生产,提供更高的生产效率。 感谢USJC的专业团队和来自Denso的支援,他们能够如期完成试产和可靠度测试, 并按照与客户的约定准时展开量产。 联电共同总经理指出,联电很荣幸成为车用解决方案领导者Denso的策略合作伙伴。 这项合作充分展现了联电的制造能力和确保客户成功的紧密合作模式。 在汽车电子化和自动驾驶趋势的推动下,预期车用IC含量将会持续增加, 特别是使用28奈米及以上特殊制程的产品。 身为特殊制程的领导者,联电已准备好在车用价值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协助合作伙伴掌握时机,在这快速发展的产业中赢得市盏率。 另据路透社报道,5月下旬,日本首相与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英特尔执行长季星格,美光执行长Mai Rocha, 三星电子执行长庆贵贤,IBM资深副总裁Dario Gill, 应用材料半导体产品事业群总裁Probu Rocha, IMEC执行副总裁Max Margulay等7名半导体业界高层, 在官邸举行了会谈。 路透社报道称,日本希望各厂扩大对日直接投资, 而京产省将对半导体产业提供支持。 其中,应用材料将与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商Rapidus加强合作, 以促进新产品开发和人才培育。 一类人士指出,正在雄本县兴建晶圆厂的台积电, 会面时也提到,将以客户需求及日本政府的补贴为前提, 考虑在日本扩大投资。 根据早些时候报道,IMEC将在日本北海道设立研发中心, 协助Rapidus研发2奈米工艺量产技术。 另外,美光已提出, 在日本广岛工厂中量产最新一代DRAM的提案, 最高投资5000亿日元。 对此,日本政府将以促进先进半导体投资的预算, 提供相关支持。 路透社指出,有1.3兆日元预算可用于补助半导体业者的投资。 英特尔已表明,正与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厂、设备厂, 在后段工艺方面扩大合作。 另外,三星电子也将在日本新设后段制程相关的研发中心。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 既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在日本投资建设新晶圆厂之后, 韩国三星电子计划将投资310日元折合2.2亿美元。 在日本横滨建设半导体后段封装测试产线, 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量产。 该投资专案也将会获得日本政府通过的晶片法案的配套补贴。 报道称,该半导体后段封装测试产线之所以选择在横滨落脚, 主要是因为当地有三星的研发机构,这样可以相互配合发展。 目前尚不清楚该专案的具体细节计划, 但公布的讯息显示,会招聘数百个工作职位以进行产线上的工作。 三星过去多专注在半导体前端的先进制程微缩技术发展, 不过在当前摩尔定律持续放缓,先进制程推进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 三星近年来也开始积极发展后段的先进封装技术。 由于日本是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强国, 因此三星希望与日本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密切合作, 以达成半导体制造的突破。 根据日本通过的晶片法案来分析, 三星该市的投资将可以获得约100亿日元折合736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 这是日本政府为在当地投资半导体晶片制造领域的企业提供的激励政策。 目前,韩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也正在努力促进两国半导体企业之间的合作。 另外,三星在日本的投资,其实也针对竞争对手台积电而来。 因为台积电在2021年宣布, 在日本雄本与索尼单手合作建立半导体晶圆厂, 这是日本重新恢复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发展的一项要计划, 也希望借此吸引外资在日本当地进行相关投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 感谢观看